聚集晶園半导体等科技厂的竹科一号金船大规模电力压降 因为立基电逐变压器跳脱故障 临近包含台积电世界先进友达等大厂都紧急确认产现状况 他们只要确定他们设备没问题 他们可以马上就可以上来供电了 所以事实上影响是不是很大 影响涵盖半导体光电两大领域 立基电回应压降时间短暂机台快速重启 台积电影响大约只有50到100多毫秒 至于友达部分机台异常已紧急修复 再看到二号股价台积电早盘股价回测600元关卡 立基电跌幅约2% 至于友达跌幅较小 但分析师认为跟跳电事件比较无关 而是短线受到俄乌战争影响 俄乌大战延烧 但又冲击国内经济 总统蔡英文会见八大工商团体 业界认为在天然气价格推升下 恐怕电价上涨也传出经济部打算动涨电价阴影 油价冲高之后 人员类股跟台湾相关的上游的塑化的 服务群以太塑油为主的这些个股 它的表现的力道也相对的强劲 不止国际油价一号大涨超过7% 创下2014年以来新高 黄金更是逼近每盎司2000美元大关 刷新近8个月记录 原物料持续喷涨 反观全球股市大震荡 尤其俄罗斯被逐出SWIFT 对国内银行跟受险业 造成哪些影响 分析师认为冲击不大 国内有投资俄罗斯的四家银行 都是以美元计价 占各银行投资少 而三大受险富邦 新光和国泰 债券99%以美元计价 不受俄国汇率影响 全球金融受到战争波动 市场避险情绪也逐步升温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